第23章 不能走路的人 有一天 耶稣在屋子里教导一群人 有几个人 一个只能躺在床路上的朋友 抬去见耶稣 那位朋友不能走路 可是那些人没有办法把他抬进去 因为屋子里面的人太多了 那些人把他们的朋友带到屋顶上 拆掉屋顶上的一部分 然后把他们的朋友垂放到屋子里 耶稣看到那些人那么有信心 就告诉那个生病的人 说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耶稣要他拿着床路回家去 那个人站起来 病都好了 就拿起床路走回家去 他非常感谢神 寻找人考虑 寻找人 paten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